这期话题来关心 全国持续三级警戒 虽然目前部分场域已经为解封 但是彰化县府规定 宫庙持续不开放入内参拜 不过接下来就是中原普渡 陆港天后宫和地藏王庙决定照办 采线上报名的方式 普渡当天不开放信众道场 改成线上直播的方式来进行 为了避免民众群聚 供品也不会让信众领回 统一由庙房分送给弱势团体 每到农历七月鬼门开 信众都会准备丰盛的贡品 祈求平安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不少寺庙纷纷喊咖 但不少人还是认为 好兄弟不败不行 再彰化陆港天后宫和地藏王庙 还有彰化室 供奉玉皇大帝的园亲冠 决定照办才线上报名 普渡当天不开放信众进场 敢以网路直播进行 比较不要 因为这样也是会群聚 还有那些年轻的 十个十个的 我是觉得不要 心比较重要 为了避免群聚 普渡活动除了彩线上报名 公平部分 今年也统一由庙房准备 不让信众领回 活动结束后 再由庙房分送给弱势团体 目前线上报名 已经有大概两千六百位了 降到二级 我们也就可以 室外可以九十九人 稍微可以来现场报名 我们的招标工作 仍然照常举行 然后规模就会看那个疫情部分来进行调整 全国防疫目前维持三级警戒为解封 所以疫情续缓 7月26号游望降为二级 公庙普渡活动是否开放民众入内参拜 庙房表示将一桩决策滚动式调整 毕竟疫情当前健康平安最重要 普渡厌情好兄弟 信众有心就好 接下来带着吗 张华唱不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